OK所以我我請我先請教方倫 你們打賴品瑜 是為了賴品瑜 為了廖先祥還是為了打雲爆能源 其實我覺得打所謂 不管是賴品瑜也好 或者打賴靜陵也好 其實重點就在於討論說 在賴靜陵他旗下的所謂十幾家 二十家的公司 跟臺電之間 到底有沒有所謂利益輸送的問題 有沒有 對於對於我們來說 這當然值得拿出來討論 那為什麼不能拿出來討論 那輸送在打 所以這就是我們很疑惑的點 就是說這件事情不符合 我們才疑惑 如果認為這件事情 完全不需要討論 把它擺到一邊 然後繼續讓這些特定業者 可以發大財 那這是你們的道德選項 可是我覺得今天這個議題 既然大家拿出來討論 而且大家為什麼會可以講這麼久 而且民眾都這麼關心 原因很簡單 就是大家不認同就是說 你自己過去在立委任內的時候 你修正了這個條例 修正了條例之後 你因為立法委沒有所謂的旋轉門條款 你搖身一變 你也開了這麼多的公司 Maybe 好 你說因為我修了這些條例 所以我對這個產業非常的理解 非常的懂 那為什麼不能質疑說 那你女兒今天在立法院的一些言行 包含她嗆何事說 你重啟個屁 這是賴比宇講的嘛對不對 就是因為這句話一路開啟說 為什麼賴平雲你要去抨擊核四 為什麼賴平雲你要如此的 對核四的這些選項 你是這樣的要求 結果是什麼 結果一查發現 原來你爸爸起下 有十幾二十家這樣的綠能公司 因為跟你父親的意義是衝突 賴平雲的選區在哪裡 我知道你想要講賴平雲的選區裡面 有所謂的核電廠對不對 那他關心核四不是天經地義 對所以他當他如此的大動作 用而且強烈的字眼這樣 重啟個屁的時候 那大家監督他有什麼問題 難道立委的言行不應該 可以監督 可是你講不出個弊案來啊 所以我覺得今天不就是 透過討論的方式 不斷去收視報警 是你們指責你們要舉證 我們指責 我們現在就是挑出來說 你今天這麼大列護航 是不是因為你爸爸 有這麼多家公司 都在做綠能產業 方倫你知不知道賴靜林 在雲爆能源持股多少 我知道你們想講 他低於一趴對不對 對 你們想講的 不是 因為你剛剛講了三次說 賴靜林擁有這麼多家公司 感覺好像他跟郭台銘一樣 是雲爆能源的創辦人一樣 不到一趴的股權 我觀眾朋友應該都都可以分辨 不到一趴股權 你很難用擁有這麼多公司 來形容他 那為什麼他可以當董事長 這個職務 董事長你剛剛已經講了 因為你說過去 他推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所以他對這個產業很瞭解 這不是你講的嗎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問題 就是要拿出來講 他跟他女兒 方倫 其實我沒有承認他的專業 是你們過去以來 那我問你 劉德英有多少台積電股票 我知道啊 對啊 那他為什麼可以當董事長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回歸到本身 這個企業 他的結構本身 那今天這個企業 我們看到的是雲爆能源 他旗下這十幾二十家公司 好啦 都一趴啦 都一趴那加起來多少錢 都一趴加起來 你說他練才有道 他真的很會賺錢 但是他今天所有的言行 都是說我要大力推展綠能 沒有人反對綠能 剛剛還特別講說 藍營反對 藍營從來都沒有反對過綠能 藍營堅持的就是 不管是核能也好 綠能也好 各種能源是要合理的標配的比例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在這個能源議題上 討論那麼久 就是因為前面 我們認為台灣現在缺點 我們認為台灣未來 沒有辦法走向非核家園 我們認為在非核家園這個選項 對台灣來說現階段 就是不合適的 所以才會引發了後面這些的討論 所以我覺得今天拿出 他這一巴的持股 然後跟他講說 他女人絕對不是門神 用這樣的討論 當然會受到民眾的質疑 藍能你不能啦 那剛剛我回應一下方倫講的 我覺得現在 在國民黨的手中 變成監督是一件很廉價的 事情隨便講 隨便抹 因為剛剛方倫講法 事實上就看已經顯示出來 國民黨現在連要質疑 連要說一個舞弊的故事 你的故事都串不起來嘛 我就問各位觀眾朋友 核電跟綠能 這兩個是不是必然互斥的選項 有規定說我今天挺核 全台灣一座風一發電量不能有嗎 沒有嘛 有規定說我今天要再生能源 全台灣就一定不能有核能嗎 也沒有 因為侯友宜他的能源政策 就是又要核電又要綠能 所以你說什麼 這個因為賴靖平當了 這個去雲豹當董事長 難怪賴平瑜要反核 不成立嘛 因為本來賴平瑜就反核 好像剛剛講的很奇怪 因為你爸爸在綠能上班 所以你就不可以反核 你就不能說核四重啟個屁 觀眾朋友這種說法 你們可以接受嘛 那所以為什麼我說 國民黨的監督很廉價 因為照你這樣的講法 我一樣的故事可以照樣說嘛 我就說侯友宜為什麼你要挺綠能 你的這個能源顧問 杜子君身為能源獨懂 抓到了 難怪你要挺綠能 不一樣的嘛 我照樣講嘛 問題是說有證據嗎 有任何 對不對 賴平瑜過去也當了立委要四年了 立法院這麼多質詢 這麼多提案 你們好歹找一個出來嘛 到底他哪裡去護航了能源的產業 他哪裡去介入 哪裡官縮 現在一個都沒有耶 完全沒有 你就說有捐錢 一定有逼案 那不是這個都講了嘛 一樣啊 那對不對 國民黨也拿能源 拿光電的政治現金啊 陳超明拿光電一百萬 張立善雲縣長拿六十萬 王鴻薇也是拿六十萬 不是啊 那難道我今天拿這個藍藍的表 說你開始抓到了 國民黨 能源共犯集團 不會嘛 對不對 因為這就不成立啊 觀眾 這個我們選民是有邏輯 有腦袋的嘛 那所以講回來就是賴平瑜 現在遭到鋪天蓋地的攻擊 那我提醒大家一個現象 包括說羅有志 這個我們都覺得以前是比較深藍 黃志賢夠深吧 都會講說這個記者這件事情 他們認為記者是超越比例原則了 那能源雲爆這個事情 陳輝文 韋翰哥也都出來講話 陳輝文說你 你就 你有證據就一刀斃命嘛 拜託你一刀斃命好不好 沒有嘛 那講了半天說我要拔刀 我要拔刀就沒有東西嘛 拔出來是一條鹹魚 黃偉翰也說你打了兩三個禮拜 看不到啊 那那到底這是什麼 那提醒大家 為什麼我們看到這四個人 陳輝文 黃偉翰 黃志賢 羅有志 他們的共通點是什麼 兩個啦 第一個說他們都 我們過去傳統上覺得他們清藍的 第二個他們都當過媒體人 他們都在媒體這個產業裡面工作過 所以他們很知道 我今天要做一個專題報導 我要揭蔽 我要爆料 要下功夫 要拿出證據 要有一個因果鏈串起來 不是我今天隨便這樣 一定有問題就有問題 說我們大家就討論 我們就純觀感 觀感不用討論嗎 對 那什麼事情都可以講嗎 那政治的討論變得非常廉價 是一個有計畫性 一個針對賴平瑜個人 發動的集體作戰 因為各位觀眾朋友 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就是說特定媒體有時候 我們都尊重媒體的採訪權 但特定媒體有時候 他想要弄你 他想要好像今天有拿麥克風 有拿這個採訪棒的流氓 他今天想要特別弄你 那是有很多方法 例如說我今天好 只要我也是記者 我就來問晃哥 晃哥為什麼你今天穿西裝外套 裡面配T恤 你為什麼沒有穿襯衫 你是不太尊重我們節目 因為我有胸肌 因為我現在凸顯我的好身材 我就繼續纏著他 不是 可是一般我們大家的觀感 都是覺得西裝外套就是要配襯衫 他又解釋一遍 我再去問五次 那這個基本上已經覺得說 今天是一個特別要針對的狀況 那所以從能源 從媒體貼身採訪 我們都看得出來 今天是特別要針對賴平 那為什麼要針對他 這當然是有目的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今年大選的焦點 現在總統 未來也會進入立委的選戰 像上一次二零二零年後來 其實因為大概大勢底定 後來蔡英文總統的重點 就在怎麼拉立委的選擇 那所以這個對國民黨來說 當然是有戰略上的意義嘛 好像我們下西洋旗 我今天要check 要把你的國王做掉 那但是國王旁邊有其他的旗嘛 我先把旁邊的城堡拔掉 我先把旁邊的主教拔掉 賴副總統賴主席他的故鄉萬里 又是在賴平瑜的選區 所以這個象徵意義是特別強 所以這重點 而且賴平瑜在年輕人的選票上 未來如果焦點進入到立委選戰 他是可以發揮一個外溢的效果 所以今天整個這樣的 從一連串不斷的貼標籤 不斷的抹黑 其實就是沒有辦法要把事情彈起組 是發動一個混淆戰 我今天就是不斷把小公主啦 公主病啦 假摔啦 能什麼能源啦 各種標籤通通貼到你身上 我的目的就是要讓沒那麼關心政治人 中間選民看到你這個人 就好像他之前很多爭議 好像我如果沒空了解 就覺得說好像這個人有些爭議 那這樣的目的就達成了 大家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看過之前中國有部電影 就讓子彈飛裡面 就把解釋這道戰術 叫殺人誅心 什麼意思 就是我要毀滅你這個人 我就先讓你的心智崩潰 我給你很高壓的 不斷的去騷擾你 讓你覺得很煩 讓你崩潰了 那我目的就達成了 所以這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 不斷的轉移焦點 一開始是能源 後來又說假 後來又說這個 指控記者 後來又假摔 後來又演戲 你看焦點一直在變 這就好像我今天去問鄭浩 我這樣抹黑他 我說鄭浩 昨天晚上 喝了兩支 Royal Salute 你怎麼只付了一支的錢 鄭浩說沒有哪有 我有付錢 我說你這麼大聲幹嘛 你嚇到我了 你是不是現在常常在媒體 你是不是聲量很高 就想壓我 媒體霸權 你看一直變換焦點 但是現在國民黨就是這樣的戰術 就是不斷的變換焦點 因為你看國民黨 現在從中備軍 徐曉星 朱立倫 蘇仁的開講 公主摔倒 奇怪 你們不是覺得 你們不是覺得能源很可怕嗎 你們不是說幾千億幾百億嗎 怎麼突然又不討論 對不對 因為拿不出證據 所以突然又轉移焦點 說現在我們又覺得摔倒 現在比幾千億幾百億更嚴重了 不是啊 如果你真的覺得有必要 你要追到底啊 你怎麼這麼輕易就換題目 因為他們從頭到尾就是要做抹黑 就是要潑髒水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觀眾朋友大家要看清楚 我們要看到說 賴平現在遭這樣集火攻擊 給予他一定的支持 不要相信說這個很多的抹黑